在水下吃东西有多难 这是一家奇怪的水下餐厅 只要你敢来就能让你吃一顿免费霸王餐 今天熊大打算去狠狠体验一把 左边这一位帽子哥是给小帅做饭的大厨 右边这位眼镜哥则是今天刚来的服务员 我猜你一定打不出这个字 眼镜哥二话不说 拿着桌布就进入了游泳池 开始布置了起来 经过眼镜哥的一系列操作 霍楼立马变别墅 很快 熊大身穿西装走进了水下餐厅 立马坐在凳子上 表示自己要先喝口水开开胃 随后打开了一包花生 刚想倒在盘子上没想到 却全部都飘了起来 熊大表示浪费择耻 于是开始了龙溪水模式 吃完熊大还不忘清理桌面 随后眼镜哥拿来了菜单 熊大却说小孩子才做选择 大人当然是全部来一点 厨师长得之后却很淡定 既然客人如此给力 那就直接给他上店内招牌 往往最高端的食材 只需要最简单的烹饪 就这样所有蔬菜切成块 再搅拌搅拌 一份完美的水果沙拉 就做好了 熊大真的能在水下吃完吗 熊大表示 吃饭前需要先洗手 于是来到了洗手间 左戳戳右戳戳 还不禁臭美了一番 随后他打开了沙拉的盘子 蔬菜立马飘了起来 小帅马不停蹄地狂吃了起来 洗澡水泡蔬菜 味道简直棒极了 第二道菜 则是原味一面 看样子味道简直棒极了 熊大直接狂吃了起来 最后再来一口火腿肠 熊大十分满足 第三道菜是一道披萨 没想到服务员刚打开 披萨就满天飞了起来 眼镜哥赶紧抓住一块 生怕熊大无法品尝到这道美味 熊大表示 味道很不错 就是差了一瓶82年的可乐 眼镜哥一听立马 去寻找可乐 就这样熊大拿到了可乐 但是这次可乐 却没有绵密的气泡 这是怎么回事 紧接着又迎来的第五道菜 这次是一盘核桃 熊大一打开盖子 就看见了无数核桃飘了出来 机智的熊大 直接用被子扣住了核桃 用小锤锤一个个撬开 吃得不亦乐乎 这是熊大突然忘记了 吃饭法则是朋友圈先吃 于是立马掏出了手机拍照 发朋友圈 接着眼镜哥端上来的一道黑暗料理 是一个鸡蛋 熊大一打开 万万没想到是一个生的 熊大想抓住它 但是怎么也抓不住 于是只好叫来眼镜哥将菜撤走 连忙拿来的第七道菜 这次是一道寿司 熊大十分生气 因为这是他从小到大 最讨厌的一样事物 眼镜哥看到情况不妙 立马撤走 帽子哥只好使出绝招了 这次是一道生鱼片 刚打开盖子 熊大差点被吓坏了 他立马找眼镜哥 想要一个合理的警示 谁知眼镜哥直接给了开一道 不可能出错的美食 熊大看到果冻 立马心动了 开始狼吞虎咽起来 随后眼镜哥又拿来了一瓶奶油 熊大开心到飞起 眼镜哥看着熊大吃甜品 十分开心 于是给他上了一个十寸大蛋糕 熊大果然吃完直夸个 表示下次还来 还要求打算一睹厨师长的容颜 当面表示感谢 如果是你 你愿意来这个水下餐厅吗